雅凯丁雅美医美医院基金会 第25届水晶球年度筹款晚会 将于10月11日在巴沙迪纳会展中心举行 美医美医院基金会推荐了洛杉矶县政委员安东诺维奇 以及其妻子胡惠玲为今年的获奖者 以表扬他们长期为医院所做的贡献 即将受到表彰的胡惠玲表示 对美医美医院给他的表彰感到非常的荣耀和开心 这并不是个人的一个荣誉 而是一个团队的荣耀 美医美医院的院长和团队长期以来都工作努力 自己也在工作的过程当中 在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自己也非常喜欢美医美医院的工作团队 和他们的团队精神 在慈善的过程当中 自己也结交了很多有爱心的朋友 内心感到非常开心 美医美医院的慈善晚会 今年已经进入了第25届 这是医院的奥斯卡的颁奖活动 盛况空前 也希望各界能够利用这个平台 对美医美医院多多支持 在这个慈善过程当中 是个其实很艰难的 但是因为这个在过程当中 我交了很多很多的 这个有爱心的朋友 所以也有很多的老朋友 对我们的支持 也认识了很多很多的新朋友 真的是非常非常开心 今年的募款晚会所得的收入 将会用于医院的修建 2016年竣工之后 伯格大厦第三层将配备上 崭新的设备 从这里既可以跳往北面的群山 又可以俯瞰近处的圣塔安妮塔 高尔夫球场 10月11日的晚会将邀请到 多才多艺的知名艺术家 鲍尔安卡 为观众献上 戴安娜 孤独男孩 宠物的爱 和靠近我的肩膀 等经典名曲 接下来 卫视记者马俊采访报道